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有兩宗關於大陸的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在較早前 大陸方面就決定了要抵制台灣的鳳梨 於是台灣的民眾就掀起了全民救鳳梨的運動 在短短的四天之內 民眾的營購量就已經超過了全年輸出大陸的數量 可以說是自救成功 而第二宗消息 根據澳洲媒體的報導所說 大陸是有意加碼抵制澳洲 決定要阻撓那些留學生前往澳洲留學 說下去之前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到底大陸抵制台灣鳳梨是取得了什麼成效 在幾天前 大陸方面就借頭借路 說台灣的鳳梨檢疫出現了問題 於是就暫停進口 台灣的民眾又好 他們就掀起了一個全民救鳳梨的運動 在短短四天之內 就已經 營購了多達41,600多公噸的鳳梨 而在去年全年 台灣銷售往大陸的鳳梨 都只有44,000多公噸 如果計算這兩天的認購量 就應該會超過了去年全年的輸出數字 所以台灣就能夠完全抵消了大陸暫停進口的影響 當然 現在這一波就說全民救鳳梨 但是救得一波就未必救到第二波 所以人家也開始思考一些新的出路 本身銷售往大陸的鳳梨 他就可以去找一些新的市場 蔡英文其實一直都在搞新南向政策 即是台灣的產品是可以銷售往澳洲 紐西蘭 東南亞國家 和太平洋的島國 雖然 這些市場沒有一個能夠跟大陸可以匹敵 但是 他可以同時銷售往很多國家 其實這樣比起依賴單一市場更加為之好 因為你依賴單一市場的時候 這樣就變成是買家主導的市場 他不買你的東西的時候 你就跪在那裡 如果有同時很多市場都向你買的產品的時候 雖然 在那個數量上 每一個市場的份額都是比較少 去談生意的時候 可能也是會 要用多一點的功夫 但是 你就可以分散得到風險 就算某一個國家忽然之間 他失驚無神 不買你的東西都好 你的影響都能夠降到最小 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沒有任何一個國家 能夠要脅到自己 其實 這個是更加理想的狀態 當然 全世界做任何事都是有辣有不辣的 不辣的地方是在於哪裡 就是當你剛剛去開拓新市場的時候 你要去尋找買家 你要去談生意 你就要用多很多的功夫 不過這些功夫其實都是值得的 現在人家全民去救鳳梨 終於成功了 也是引證得到 台灣人能夠團結一致 來解決這個問題 也不會抱持著一種 國家自掃門前說的心態 因為你抱持這種心態 結果就只有必然是 逐個擊破 現在人家說抵制鳳梨 如果個個都只懂得招牌雙手 不去做任何事的時候 當然都是只有那些鳳梨的農民遭殃 其他人暫時都不會受任何影響 不過 當他下次又說要抵制不知道什麼產品的時候 如果你又繼續這樣招牌雙手 沒有人出手相助的話 遲早就被人玩到借 現在台灣人就好東西了 你一說不買 他就馬上買回你一年的數量 起碼來說可以頂一頂 現在就出現了另一個消息 就說有個別大陸的農務商戶 他們暫停進口台灣的蓮武 蓮武即是紅色一塊的 挺爽口的 挺好吃的 還有我看到有些人說台灣那些是菠蘿 其實菠蘿和鳳梨 是屬於同一科 但是有少許分別 菠蘿中間的芯 如果你就這樣吃下去 就起了渣 應該就不好吃 是要拿去扔的 因為沒什麼人吃 通常 你開菠蘿的時候 中間的芯就不要 但是 鳳梨的話 那個芯也可以吃 還有菠蘿一般來說 就比較酸一點 這個鳳梨就沒有那麼酸的 所以我為了區別兩樣東西 我就繼續說回台灣那隻叫做鳳梨 年務那裡又怎麼樣呢 有部分大陸的農務商戶就說不買 對呀 最後那些滯留在台灣的年務 很快就被三家的貿易商 扔走了 一掃而空 那裡大概不多 只有兩千公斤左右 雖然數量是少 但是意義更大 就是人家作出了一個表態 凡你說不買的東西 他就能夠一掃而空 是可以通過內需 來解決了 除了台灣的民眾 很積極地走去 搶購鳳梨之外 原來有不少的國家 他們也有出手來幫助 比如說美國在台協會的處長力英傑 他就在Facebook發表了一條貼文 配了一張照 那張照片上面 就放了 有一些的台灣鳳梨在 甚至乎 連他自己的桌上也放了三隻 雖然美國在台協會 他就不能夠大手掃入那些鳳梨 但是他走去拿那些鳳梨放在桌上拍張照 就已經是一個很強烈的表態 這件事 比起他去買多幾箱更加有效 除了美國之外 連澳洲的一些商人 都開始 在欺負台灣的鳳梨 這個又是可以理解 因為澳洲和台灣 都是同病相連 都是被大陸抵制的 現在就去互相幫助 台灣有些人甚至乎說 要用澳洲的紅酒 去送台灣的鳳梨 不知道什麼味道 應該就是 說說說 然後我們又再去看看另一件消息 都是跟大陸有關的 不過這個消息是由澳洲媒體傳出的 有多家澳洲媒體都說 在這個星期開始 部分的澳洲大學就收到一些報告 說中國方面 他們要求那些機構是不推薦 或者是不要去宣傳澳洲的留學方案 最初 這些要求只是在較小的城市執行 但是到了上個星期四 相關的指令已經是蔓延到北京和上海等的一線城市 即是說大陸方面是在阻撓那些留學生去澳洲留學 這個就是很容易理解的 因為大陸已經是想全方位來封殺澳洲 除了繼續輸入他們的鐵礦砂以外 很多其他的商品都停進了 更加知道是不願意給外匯這個澳洲賺的 當然大陸真正的目的是要為了抵制澳洲 還是要阻止外匯流出 因為大陸每年都有很多留學生去澳洲留學 他們在當地的經濟貢獻 是有幾十億澳元的 我認為兩個因素都應該有 不僅說要抵制澳洲那麼簡單 因為大陸方面他們也不想那麼多資本流出 所以索性 想阻撓那些學生去澳洲留學 又可以省一大筆 當然這個消息就是從澳洲媒體方面得知 大陸官方未曾有宣佈 澳洲的八大院校代表 八校聯盟總裁湯普森 他就說到 肯定有些事情在發生 因為很多升學顧問都被要求 不要建議那些學生前往澳洲就黨 或者乾脆不提及 有澳洲升學這個選擇 如果澳媒這個消息是屬實的話 澳洲的教育機構肯定就是會賺少了一大筆 因為事實上 中國就是最大的留學生來源地 在澳洲來講 問題就是 你賺少很多 其實哪一個賺就是教育機構賺 我經常都說一件事 你那些大機構賺了錢 究竟你的經濟成果有多少能夠分享到基層 有多少能夠分享到員工手上 如果賺之中有八九成都是你那班老闆 那些商家賺了 其實你這筆錢賺與不賺 是沒有什麼大大分別的 我經常找一個例子做比較 就是香港的旅遊業 你賺來賺去就是什麼人賺了 做自由行旅客生意的商店 藥房 什麼什麼茶餐廳 連鎖那些 還有金舖 電器舖 諸如此類 你賺來賺去就是那些業主賺 那些商家賺 還有那些酒店賺 但是問題就是你那個 成本就是要全民來分攤一起受苦 因為你太多人了 你接太多遊客來是不行的 有很多國家一年都沒有好像你那樣接幾千萬人次的旅客 這些情況是瘋了 換回澳洲的情況 少了大陸的留學生 當然澳洲的教育機構會受損 鄰近澳洲的大學的宿舍 有些學生租屋住的 那些業主也會受損 大概都是這些人受損 因為一般人根本就分享不到你這個經濟成果 你賺一千億都沒有用 澳洲的政府就收多點稅 還有是你那些商家自肥的 所以 其實你這些留學生去不去 對於當地的民眾的生活 根本上就沒有大的影響 隨時有些人不想你那麼多人去 咳哩瓜啦 好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